今天吃什麼? King和你想好它! 今天和大家做一個全日的早餐 看看我們有什麼材料 我有兩塊厚麵包 兩隻蛋 兩片芝士 還有煙三文魚 煙肉 沙律菜 看見材料已經豐富了 厚麵包 四面 塗牛油 燒紅鑊 把麵包放入烘 燒紅鑊 麵包很快 就會燙到金黃色 嘩!多香!多脆! 我們可以拿起它 煙肉 我們可以放進去煎 但是記住 我們不用放油 因為煙肉本身會出油 半焊半煎 看看你喜歡什麼程度 有些人喜歡整條炸得很脆 有些人喜歡像我一樣 少少軟 熟 香 就夠了 接著我們用吸油 吸油 我們又做個水蛋 煮了一些滾水 接著放少少少鹽 接著放少少少鹽 接著放少少幾滴醋 蛋黃就不會太容易散 接著打一隻蛋 就這樣放下去就可以了 這樣撥一撥 接著放另一隻 就是這樣滾 等它滾三四分鐘 你看到蛋黃開始 半生熟 你就可以拿起了 看一隻蛋 看一隻蛋多美 好 接著我們就可以 把材料排在一碟裡 放兩塊麵包 接著放兩塊芝士 再放我們的煙沙文魚 接著把水蛋放上去 再加上煎香的煙肉 還有沙律菜 再切小小粒的番茄 又有營養又好吃 這個All Day Breakfast 幾時你肚餓都可以煮來吃 想知道我下次煮點嗎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你的朋友分享 在這裡 你不用摘 到此之下 你的頭裡 看著我 我會不斷 看著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